台铁便当又有新口味 在庆祝和日本习武集团地结九周年之际 今天双方攜手推出了一日限定的联名猪排便当 这样的超大炸猪排一大早还没开卖 陆续吸引不少人温香而来 掀开盖子超大size炸到酥脆的后期里击猪排 还有烙印福姿的鱼板销 搭配清爽农需菜黑木耳甜椒等飘散日式风味 台铁店目前陆续出现排队人潮 就是冲者这一位 今天嘛就赶快飙过来了 他们的那个肉很好 汁又多又脆 自己本身也是铁道米 有鰻鱼的啦 有一些什么和牛的啦 一嫂还没开卖 陆续闻香而来先卡位 这只台铁日本秀集团庆祝地结九周年 再度攜手推出联名致富草鞋猪排便当 限定实测后一日开卖 只有三百份每分一百八十元 快展重现台日联名便当 我们在110年推出的时候呢 有曾经造成了抢购的热潮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呢 再次的推出去年整年度的便当的销售量呢 跟前年度比呢 大概是成长了百分之二十七左右 清洁夹起包裹香辣甜椒的鸡腿肉 搭上韩式新疆泡菜 Q弹小章鱼 不忘节瓜解腻 一月时台铁推出韩式炸鸡拌饭 和人参培骨汤 首次饭当组合同样打出限量 一份两百元 不用飞出国 舌尖环游韩国 这回促进台日交流之际 趁势端出日式风味的便当 吸引通勤族铁道米长鲜 名副其实被火车耽误的便当店 记得终于居民台北怎么到